机械链接 第三章 古病病灶 古病学上的病灶通常被定义为是结构上的活动性限制 然而这项定义只是相对正确 我们必须修正这样的解读 古病学上病灶与疑味或错位并不相同 古病的诊断与治疗错误通常是由于活动性动态 与姿势静态测试的混淆所造成 我们必须辨别出什么表现出病灶 与什么造成病灶 取得姿势不平衡单纯只是适应 不应该处理那些不限制活动或很小限制的那些错位 因为这可能带给病人不稳定的情况 在古病学与机械链接的精神下 结构的活动性永远是重要的元素 古病病灶并不单纯仅从动作的幅度 也需要透过组织的阻力来判定 事实上特定的病灶 特别是那些与关节分离有关的 会导致部分曲断 过度松弛与不稳定 古病病灶的最明显特征是组织障碍 当施加很小的压力时 便会有结构阻断 锁住与明显的阻力等现象 组织阻力的特性是什么呢 决定动作障碍的因素 可能包含关节紧绷 肌肉软缩 筋膜张力 骨内线僵硬 能量囊肿 与心制造成的 事实上 组织学过程明确地解释了 所有股病病灶的生理机制 即是结底组织的结巴过程 股病病灶的生成 结底组织承受伤害后的 结痂反应造成股病病灶 这对应了受伤组织的表现 这概念首先被美国股病医师所使用 结痂反应包含系统性的三个阶段 一 发炎 发炎反应是生物遇到侵害 如物理伤害 化学物质 细菌侵袭 心理压力等 非特异性防御机制 发炎的表现包括以下 肿 由于血管扩张 与微血管通透性增加造成的肿大 痛 来自神经纤维的刺激 与水肿压力所造成的疼痛 热 局部代谢过度 反应造成的热 红 血管形成与血液停滞 增加造成的红色 在收缩性的组织像是肌肉 脏气平滑肌 心肌与覆盖动脉的肌肉 发炎阶段通常与肌肉痙磷有关 水肿与肌肉痙磷 对组织产生过度的张力 带来苦病病变发生的第一阶段 无论其急性或有时激烈的特征 发炎仍是为组织的修复 做准备的一种生理反应 这通常是可逆阶段 这种可逆是可以自发的 也可以通过症状缓解 或整体治疗来实现 2.纤维化 在发炎阶段之后 是纤维化阶段 也就是组织重新秩序化 这个阶段非常重要 时间很长 但持续恢复 受损伤结体组织的 胶原纤维大量增加 并且将会根据组织的建制 而有不同的方向 这些胶原纤维的增加 将会创造一个更严着 并且更持久的一个组织区域 胶原组织的捏脸是非常恼人的 古病病造的纤维化阶段 并不是自发性可逆的 然而 人工干预将之良好导向 会允许比较好的再秩序化 并且在此阶段 恢复全部或部分的活动性 3.硬化 这是病理结痂反应的最后一阶段 由于血管化的缺少 因此组织改变 与硬化会增快 在古病病造的第三阶段 我们观察到韧带与肌腱的概化 外生骨油 动脉硬化 皮质矫化等现象 即使是硬化阶段是不可逆的 或是非常少可逆的 古病治疗通常会改善生物 对此病造的适应程度 即使借由稳定与最小化 已经开始的组织退化过程 来达到改善 虽然又表现出组织的伤害 癌化或是坏死阶段 并不是真正的结痕过程 个体的生病趋势 主要与失去细胞 癌细胞组织过度生长 且组织死亡 坏死有关 在这里 我们发现一个顺势疗法相似的概念 我们再可以看到 古病病造的特质 与顺势疗法间 有趣的平行对比 组织病造固着过程 并不总是 我们所形容的线性程序 纤维化阶段 可能包含了发炎的加重 在同一区域 可能有不同病造阶段动存 有时候 甚至在温和的治疗过后 病人回报 僵硬 疼痛 疲劳等反应 这显示 在纤维化阶段 或甚至硬化阶段 都能够回到 初始的发炎阶段 为了证明 整体股病治疗 如机械链接的必要性 我们必须点出一个 基础的组织学重点 结体组织是人类身体内 唯一一个可以结痂的细胞组织 结体组织的这项生理特性 暗示了 所有源自中培层的解剖结构 都可能 因于产生骨病病病 这包括了像是骨头 肌肉筋膜与血管等结构 从这个角度 肌肉筋链 筋膜腔梅化 关节阻断 骨头扳区 皮肤固着限制 内脏粘着 或是动脉筋链 都是同样的病造过程 单为不同的表现方式 这也就是为什么 要将所有结体组织 视为骨病病造 一发部位的重要性 在身体的各个位置 我们可以用一次测试 检测出所有骨病固着 这种测试包含 让组织处于 人为压力 或牵引力的张力之下 我们也可以用一次校正 来正常化 所有的骨病固着 这种校正是利用回弹法 机械链接 让我们能用最单纯 与最连贯性的方式 处理所有病变 甚至是最复杂的案例 也是如此 骨病病造的病理学 任何开始结痂过程的因子 都可能成为 骨病病造的原因 身体创伤 是最显而易见的病因 我们必须涵盖 所有意外 冲击 跌倒 错误动作 重复的微小创伤 以及滋质性损害 我们必须记住 意外使得病人前来看诊 就像是压倒 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机械链接 是介入创伤后一证的 治疗选择 介入的时间点 可以从急性急救阶段 到慢性期间 感染的病理状态 也会产生 许多骨病病造 细菌病原体 启动防御机制 并产生发炎反应 这样的发炎反应 可能是我们所发现的 极加反应起始点 如果发现了 骨病病变 可能会进一步造成 生物力学的功能失调 并导致 生物容易受到伤害 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机械链接 能够重新建立 生物的正常防御 这样能够减少急性 与慢性感染病变 机械链接 能够与其他医疗 处置一同施行 压力是影响我们健康的 一个重要的心理因素 情绪干扰 过度担忧 心智负荷过重 或是任何其他 形式心理压力 都可能产生 骨病病变 这些压力 都会在体能产生 紧张压力 如果持续的话 就会变成 骨病故着 机械链接 能让我们在检测中 精确地诊断出 所有组织病变 包含身体情绪郁结 回弹技巧 将会帮助病人 恢复生理 能量 心理平衡 生物会暴露在 许多环境干扰之下 这些干扰来源于 气候 营养 与饮食 某些药物 污染 以及日常生活等 这些都可能造成 骨病病变的可能因素 一旦产生的骨病病造 组织的固着可能干扰 身体自律系统 对环境的适应 相反的 中和骨病病造的情形 将会促使 生物恢复体内平衡 这样可以减少 对环境代谢的 负面影响 个别的骨病病造 个别的骨病病造 是在一般检查中 所发现的最小骨病病造 个别骨病病造的例子 包括 右手肘 L5 子宫左侧 右椎动脉 左骨外侧骨肩立腺 牙齿23 鱼左C6P结 检查的病造 数目是无穷多的 我们需要一个 全身性 且详细的检查方法 迄今尚未有 来检测病造 如果不能够检测出 全部数目的话 至少要能够测出 最大数目 在机械链接中 我们已经发展出 可以测定 350到400项测试的系统 来快速检查 基本骨病故着限制 一旦我们发现 个别病造 我们必须测定 骨病周遭的各种参数 举例而言 L5可能卡在伸展 左侧旋转 侧移至左的位置 个别病造的专一性分析 可以准确地定义出 需要修正的参数 如果精确分析 运用到身体的各个部位 即使在身体检测中 呈现阳性的单元 也能够呈现适应性 或附属性的病变参数 事实上 单纯的L5区区限制 只在严重到造成全身性病造时 才会变得明显 这就是为什么 在一般的检测程序中 我们首先得对个别单元 进行整体性测试 如果需要被治疗的话 不同的限制参数 就能够一一取得 骨病病造的总和 这是指当我们在进行 一般骨病病造检测时 所发现的所有 个别骨病病造的总和 每个个别病造 将会有不同的干扰能力 且个别骨病病造的总和 将会大大影响生物体 所有个别骨病病造 都是交互相关的 而整体骨病病造 构成了复杂的生理病理整体 此外 在观察细节部分之前 我们需要先观察整体 骨病病造的整体观 必须转化成病人所有 个别病造的精确准断 在治疗的时候 我们必须能够确认 整体病造的所有元素 都毫无例外地 恢复良好的活动性 骨病治疗必须包含 所有病造的诊断 主要病造 为了要去矫正病人身上的 数个骨病病造 个别修正每一个 是不切实际的 这只会在患者身上 重复执行了 过多不需要的矫正 而造成干扰的效果 由于观察到这种现象 骨病医师提出了 主要病造的概念 主要病造 在其他病造的中心 藉由治疗它 其他部分都将被修正 然而主要病造的观念 虽然富有前瞻性 但有点模糊 为了澄清这点 我们必须重新考虑 基于简单与客观观察的 所有问题 在检查之中 所找到的所有个别 骨病病造 并不会有相同的强度 与相同的价值 从完全的阻碍 到轻微的活动性限制 可能有各种层级的固着 在整体病造的核心中 由于没有绝对相同的组织张力 会共存 其中一个病造 比其他的将会有较大的活动性限制 我们对于主要病造的定义是十分具体的 在特定病人特定时间检测中 个别的骨病病造相比于所有其他的骨病病造 呈现最大程度的组织阻力 为了要能够判定主要病造 我们需要将在一般检测中 所发现的病造与限制 依照阶层排列 此种阶层排列的比较方法 与准则可在本书第五章的 意志平衡测试中找到 藉由定义特定病变组织的主要固着 作为主要病造 就不会与第一次或初始病变的概念产生混淆 第一或初始病造 为病变链反应的起始点 它是一连串不平衡的起始重要因素 这会因人而异 一个简单的例子是 扭伤的脚踝是第一病变 它可能导致同侧的膝盖 对侧的底下关节 第五腰椎等的上行性代常 这种链索反应 可能会因为各种方式形成 根据不同人的形态学 潜力 其他存在的病变 与构造的生物力学的影响 初始的脚踝扭伤并不见得 是最主要限制活动性的部分 主要病造可能位于身体的不同区域 病人的病史会引导我们往症状 症状型病变 或是引发事件 初始病变去判断 这对于我们找出 古病病造中主要的要素 主要病造是没有什么帮助的 与传统的建筑构造相比 我们可以将主要病造 视为古病建筑的拱心石 其实病变仅仅是建筑的基石 整体病造与主要病造 不会保持不可变动的特性 人的病变组织部分 与时间跟环境有关 举例而言 胸椎的移动限制 会在运动后而改变 子宫的固着将会随着月经周期而改变 胃的功能会根据消化状态 而有所改变 整体病变存在 但会适应容纳 融入新状态 这是为什么要了解主要病造 总是在检测中很重要的 主要病造 将会在此时此刻的检测中 被判定并有效的治疗 因此 根据先前诊查 所做的诊断 而建立的治疗计划 是不合理的 病人的整体病造 必须当作独特的时空元素 即使在治疗 或诊查上万个病患 古病学从来不会有 两种完全相同的治疗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